今天授權宣布 對台獨頑固分子蕭美琴 實施制裁 大陸方面決定 對蕭美琴實施進一步制裁 嚴禁蕭及家屬進入大陸 作為台灣人 我們是不是希望 台灣在國際上 有更多的朋友 獲得更多的支持 台灣總統蔡英文 會見麥卡錫之前 中國就已經在喊備戰了 包括中國國防部 外交部等等的部門都出來 嚴重的喊話 堅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必要是主動出擊 讓所有的中國網友 看了都非常的激動 很多中國網友就表示 這一次看了國家 真的要動手了 真的要統一台灣了 最終的蔡英文 還是去見了麥卡錫 那一些中國網友就表示 怎麼還不出動 連中國人自己都覺得 一直在喊口號 今天中國就主動出擊了 不然這樣一直下去 自己人面前都覺得很丟臉 中國今天在全平臺 全網所有的電視臺 發布了一個突發 中共中央國台辦發言人 今天授權宣布 對台獨頑固分子蕭美琴實施制裁 發言人說 台獨頑固分子蕭美琴 遐揚自重 以美謀獨 蓄意挑動兩岸對立對抗 肆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進一步暴露其名玩不顧的獨本性 中間有很多屁話我就直接跳過 我們看重點 中共中央決定制裁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制裁期間蕭美琴及其直系子女 不得入境中國及港澳地區 不得在中國開立銀行賬戶等等 哇好暖心 人家蕭美琴這一輩子也沒有打算去中國 更不可能在中國開立銀行賬戶 也不會在中國投資 也不會去中國 你制裁這個有什麼用嗎 這個中國一直像朝鮮一樣啊 誰打我 誰來欺負我 我就制裁誰 我就罵誰 我就警告誰 大家想想這個暖心的畫面 如果把這件事情放在台灣身上 台灣宣布制裁習近平 你覺得有用嗎 首先習近平本人也不會去台灣 這一輩子都不會去 中國歷任領導人都沒有去過台灣 他們敢去嗎 不敢去啊 他們連去自己的地方 譬如說之前去香港 都不敢在香港睡 都要半夜 直接回到深圳去睡 那我們都知道 甚至中國的一些高級將領 去走街坊的時候 那身邊的這些群眾啊 都是安排好的 都是靈眼 他們對自己人都這麼的不放心 你說習近平會去台灣嗎 假如說台灣也來個制裁 說制裁習近平不讓他來台灣 他們制裁蕭美琴 說他什麼以美謀讀啊 這種文字遊戲 中國以前已經不是一次了 像疫情期間 中國就說台灣啊 以疫謀讀啊 說台灣藉著這個疫情來搞獨立 那過去還有像是什麼 以台治華 以美謀讀 以疫謀讀 以日賣國 以文謀讀 以武謀讀 等等等等的 反正我看了都覺得很好笑 那我們就看到中國這樣一個突發的制裁之後啊 中國的一些小粉 其實也覺得很尷尬 那有中國網友留言說 天天天喊武統 每次都說備戰 到了關鍵時刻又變成必要時 主動出擊 到底什麼時候是必要時 現在又變成制裁 這制裁真的有用嗎 人家根本也不會來大陸啊 希望國家早日出手吧 看了我都著急 其實呢 蕭美琴早就被列入這個中國官方的所謂的這個台獨顽固分子的清單中 他已經是這個清單中的人物了 那這一次他又被列入一次 那很多網友也覺得很懵逼 覺得很搞笑 怎麼制裁一次又制裁一次 是不是還有第三次制裁啊 所以有些中國網友看了也看不懂了 就在網上留言說 上次不是制裁過了嗎 一個人還可以制裁兩次啊 這是制裁plus升級版嗎 真的蠻暖心的 其實中國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去美國的話 台灣總統蔡英文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這兩個號人物你要選誰 交給中國選的話 其實中國不傻 如果你一旦選擇制裁蔡英文的話 那嚴重性就不一樣了 中國過去就已經講 只要台灣的領導人宣佈台獨 中國就要出兵 那你想想 如果今天宣佈制裁的是蔡英文 中國就必須要出兵了 必須要真的打仗 所以啊中國也不傻 一旦中國把蔡英文列入 台獨分子的清單啊 那中國就必須要出兵了 不然中國人自己都看得很尷尬 所以啊中國只能選擇 一個駐美代表 然後呢我們知道蕭美琴 過去就已經被中國制裁過一次了 已經是在這個清單中 但是這一次我們知道 因為別無選擇 你不能選擇蔡英文啊 所以只好把這個蕭美琴 再拉進來一次 再來拉進清單 再來制裁一次 也就是為什麼 是這樣的一個暖性的畫面 那還有網友表示啊 呃就像我們剛剛疑問的一樣 蔡英文怎麼不制裁 每次制裁都是一些不認識的 希望國家早日把蔡英文定義為 台獨頑固分子 這樣我們就到了統一的最佳時機了 你不用等了 過去都有這麼好的時機啊 中國都沒有出兵 中國都是在說備戰 完了就給你一個制裁 把台灣的動物拿來制裁一下 把台灣的水果來制裁一下 然後又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來個炸海行動 把海裡的魚給炸一炸 啊就是這說這些魚啊 都是台獨魚 那剛剛我們看了這些網友 他就是覺得國家這個力度不大嘛 他也是希望國家能夠加大 這個處罰的力度 不要總是口頭去恐嚇 這是要真的做實際行動 但是啊 也有一些小粉紅中國網友覺得 中國這樣做很厲害 很到位 這樣就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說 太厲害了 國家必要時主動出擊 直接制裁 打台獨一個措手不及 蕭美琴這下 比蔡英文還要尷尬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誰尷尬 如今這個局面 中國自己人都覺得很尷尬 那還有其他網友表示 國家還是出手 漂亮 中國 美國 以及中國台灣 這三方在這一次會談事件中 中國台灣省 無疑是最大輸家 台灣萬萬沒想到 大陸會準時出擊 定點打擊 精確制裁 扒出了頑固的台獨分子蕭美琴 不僅蕭美琴本人很難堪 她的家人大概也要氣死 她的家人想來大陸 短時間內是沒有辦法來了 想想都覺得打臉 想想都覺得打臉 我也想想都覺得打臉 一開始是誰在那邊 劍拔怒張的 是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必要是主動出擊 備戰等等的 那現在到底是打誰的臉呢 今天來說一份清單 沒錯 對台獨頑固分子拉的清單 又公布了新成員 包括台當局的所謂 駐美代表蕭美琴 很多網友看了之後直言啊 幹得漂亮 大快人心啊 還記得去年11月 國台辦直接點名了 蘇貞昌等三名台獨頑固分子 現在加在一起清單上 已經公布的一共有10人 看看這10人的惡劣行徑 會發現含毒量很高啊 進一步暴露其 明完不化的謀毒本性 對這些不孝子孫 進行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 懲戒措施主要包括 禁止其本人及家属 進入大陸和港澳特區 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 在大陸謀利等等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 對他們的追責終身有效 其實不僅是終身 他們還一定會被定在 歷史的恥辱柱上 公布名單是警告 誰在謀毒挑釁 我們盡在掌握 拉清單也是為了清算 消毒也是清掌 民進黨當局的謀毒行徑 是爭取和平統一競爭中 必須清除的障礙 任何出賣民族利益 搞台獨分裂的人 絕沒有好下場 必將遭到歷史的清算 還有網友表示 國家總是不會讓我們失望 關鍵時刻祭出殺手錦 讓台灣人防不勝防 厲害了 下一步就是收復台灣了 nice 下一步 這個下一步永遠都不會到來 都喊了多少 這個下一步了 下一步就是收復台灣了 還有網友表示 原來國家不只是口頭說手 真的動手了 感動 前兩天還在等國家行動呢 沒想到今天直接制裁了 該出手時就出手 說到做到 感謝祖國 身為中國人很驕傲 這個跟身為中國人 交不驕傲 又有何關係呢 你們不一直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嗎 怎麼做時候說 作為中國人很驕傲 中國打台灣 然後你身為中國人很驕傲 那不就是中國人打自己人嗎 然後你覺得很驕傲 這跟你是不是中國人也沒有 太大的關係 所以中國人一直說中國人很驕傲 不管講個什麼東西很驕傲 比如說台灣人今天去美國 中國人很驕傲 台灣人今天吃飯 哦中國人很驕傲 台灣人今天看電影 哦中國人很驕傲 這是一些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會講這一句話 來事兒還做中國人 還有網友表示 我們中國不是紙老虎 言出必行 從來不忽悠 這次對決中 中國無疑是最大贏家 前幾天國家還說備戰 看來不是鬧著玩的 今天就主動制裁了 感覺國家在下一班大棋 可能是因為大陸 考慮到台灣人的安全利益 所以不會輕易打戰 台灣人以為我們要打實戰 騙得台灣也備戰了 結果我們打的還是經濟戰 制裁戰 打的台獨頑固分子 一個措手不及 漂亮 像這種網友呢 其實也蠻多的 說中國這次制裁啊 台灣是最大的輸家 中國又贏了 每次都是中國贏 然後說台灣被打的措手不及 台灣人以為我們要打實戰 所以台灣的國軍都在備戰 結果被我們給耍了 被我們給騙了 我們沒有要打實戰 我們打的還是經濟戰 貿易戰 制裁戰 啊 所以你看 很顯然中國是最大贏家 他們不知道 我們下一步出的是什麼牌 台灣人呢 永遠都不知道我黨 共產黨的一些套路啊 我們下的這一步棋啊 是一盤大棋 台灣人永遠都捉摸不透 所以說台灣人啊 被打的措手不及 所以這只是更證明了 他心胸狹窄 而且沒有辦法接納更多多方的聲音 反正大家都不會去中國 也知道中國對於所有追求民主的人士 就是不友善 中國做出這些動作還有什麼意義嗎 從過去不是把我們很多台灣人民 重要的政治人物把它列為台獨分子嗎 又怎麼了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讚留言 一定要開啟小鈴鐺哦 另外你可以透過加入頻道會員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包括不六個廣告 觀看影片贊助頻道 你的中國好朋友 陳老師 我們下期見